大家下午好 我又要来直播 不知道今天有多少网友 会在我的直播室里 很快了 一下子在这半个月当中 我好像已经直播超过十次 今天听我的声音 感觉到就比昨天好多了 其实这一次的直播 前面声音没事 但是直播的水准 因为是刚开始 什么都不会 所以前面各方面都不好 来到后期直播 比较有一点设备 其实也没设备了 只是这个手机 要 这个耳机要放在电脑里面 声音会比较清晰 然后找个背景 就不在我家的客厅 然后从圆领的T恤 现在穿一个游领的T恤 比较端装一点 然后背景 你们可以看我的背景 今天有新的一些事物 都是我过去这些年来陪着我 我喜欢的小小的东西 所以有了这些东西 就感觉到有一点直播的感觉 但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我这一个书架是非常简单的 简单的意思是说 当年当要弄一个书架 要给我放书本的时候呢 实际上我的经济是不允许 我花钱去找木匠 或者买大书柜 我只能够用铁夹子 装成这个书架 这个书架是在 Clockford Lane那边买 他们根据不同的尺寸 你要求 然后我这个书架可以装 打底有五百本书没问题 你们当然是看到的一部分 然后颜色版后面 我就是告诉你 见不得人 因为我们的书架 全家在用 我们为了要争地盘 一个书架 当然60%的空间是归我 剩下的就归 我的身边的三个女人 我两个女儿跟我的太太 现在一个加出去了 空间就多了一点 明年另外一个加出去了 我的空间可能我就可以占有八成 然后这些颜色版后面的 大部分都是我内人 他放一些手工 一些烹饪的书籍 但是因为很凌乱 所以我也没有来不及跟他去整理 所以我就放这些板 实际上真的是很简陋 当年真的没钱 为了要读书 又要养家 怎么可能花钱买一个书柜呢 所以对我来说 是有感情的 是有回忆 或许对你们来说就 哎呀 怎么这么简陋 但是我也希望你们能够明白 简陋的背后 就是戒神 为了戒神的目的 是因为真的没钱 所以要戒神 但是书要放在书架 书摆在书架里面 你走过 看到 会哪来翻 如果你堆积 如山在地上的话 就很难了 有时候载本书都很辛苦 现在当然我不敢把镜头 转到另一边去 那边是很凌乱 书都是甚至跌起来 但是没办法 这是 哎呀 过去就是 就是没有想到书越来越多 然后现在又要回去 再次求学的话 很多书就要翻回来 找回来 有些书还可以用 还可以做参考 写我的文章 所以 没有时间了 就没有时间好好的摆回 另外一方面也希望将来这个书空间要真的 能够改成是我的休闲的地方 但是我告诉你 也不可以完全做休闲 主要 这边有书座 但是书座可能要移位 我们要翻一个餐座 主要是翻餐座 所以可能以后就是在餐座上 就是我直播的地方 平时是 用餐的时候是餐座 不用餐的时候 就是我的直播 坐子 啊 因为家庭成员增加了 平时他们来吃饭 我们都是在厨房里面 有时把小餐座 拉到客厅去 是讲将来 人口增加 应该有一个大的餐座 这里可以放很好的餐座 当然 到时又要去 想要买怎么样的餐座 然后也可以 就是用来做餐座 也可以用来做直播室的大 就是大的桌子 想一想也蛮 蛮兴奋的 然后至于这个背后的输厨呢 就要真的想 要把它盯成 又把所谓的板盯起来 就是把全部遮盖成这些颜色板 倒也不错 但是遮的时候就要有很好的水准 这些铁架的边缘 就也要完全的遮盖 我需要时间去想这些东西 当然最好是把整个书章 整个书架纸拿掉 但是书架纸拿掉 就是把我心爱的书全部要丢掉 这是不可能的事 这是不可能的事 书书书 我就是靠书成长 这些书对我来讲 增加了知识 也让我的脑筋 在思考 脑筋思考是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脑筋思考可以使到你有辨别能力 可以使到你的 你的脑细胞活跃 其实我认为会影响你的肢体语言 我一直在强调如果真的有失智症的话 你要多看书 多思考 多打麻将 就是这样简单 现在的电子游戏机其实有一个危机 就是你玩电子游戏机 你根本不用思考的 连打麻将的电子游戏机都是 他告诉你下一张他打什么牌 所以你想想看这样的 这样的麻将根本就是好像 拉那个 老腑机没有两样的 你现在打麻将的那些 如果你set了之后 你设置了之后 根本他打什么牌他告诉你 然后那个牌就出现 然后你就按 你只是按负责按罢了 你当然你在 你还是有一种自主的 就是自己决定要哪一些牌 要不要还是不要 这个还是你决定 当然里面还有一个设置说 你不要玩都可以 他听你玩 电脑听你玩 但是假如这样的游戏机 是对 对你的脑力完全没有帮助 所以大家 从这边你要想到一个问题 我们玩电子游戏机 如果让你有思考 有策略性的那种游戏 是好的 布局 潜兵 移动 考虑你的势力 对方的势力 其实要去攻占 这种所谓的战争的 所谓的这些战争的 这些战争的游戏 策略性的 对你的思考跟智力是好的 以子类推 如果你把这些游戏 让你的孩子去玩 你也要尽量选择 让他们有思考性的游戏 如果只是拼命的 一直按一直打 就是按多快打多快 按多快打多准 其实对他的脑力发展 是没有帮助的 而且很有危机 那什么危机呢 我也说不上 就是你变成一个模式 一个 pattern 你每天就是一个 就是玩游戏 就是一个要赢 要杀 要消灭对方 要取得更多的成果 这个program在你的头脑里面 你说是一个积极的 很进取的一种学习吗 还是到最后 会变成一种非常呆板 完全没有灵活性 完全没有辨别 没有帮助你 做出任何决定 是很危险 真的 所以孩子 玩电脑机 玩电脑游戏机 我不会说完全反对 但是第一要截至 限定时间 第二真的是要有策略性的游戏机 让他们玩是对的 如果你玩那种拼命打拼命打 他会疯 因为他一定 来到一个阶段 他没有办法突破 但是必须要去睡觉了 累了 不得不睡 妈妈 爸爸也会骂 但是他满脑子里面 就是想 明天要 一早起来 就是要继续玩这个游戏 所以其实是很可怕的 那他就没有 没有心思 用在他的 那个功课上的 知识的那种传授 完全没有兴趣 因为他不想要去想 他只想玩 玩游戏不需要去想的 要很小心 这是我觉得 因为学习的过程当中 游戏是能够帮助你 启发你的创意 游戏能够刺激 你的那个 追求的那种 就是追求饥渴的心 饥渴木逸的心 就是饥渴追求知识的那种心 游戏可以给你 信心 给你力量 都是从正确的方面来看 如果游戏就是阴昧的 就是一种公司化的 然后让你更上一层 更上一层 其实是很危险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 在选购这些 剑子游戏给孩子的时候 你要很小心 就是要保护他们 不要落入那种 好像有点让你上瘾 然后让你沉迷 让你欲罢不能 让你不得不 就是不得不放弃其他的时间和空间 只专注在这个小空间里面 对着这个游戏的过程 你想想这样的话 就是跟那些歌星明星的歌迷跟影迷 一样的道理 他们追踪这些歌星明星 买他们的照片 买他们的CD 看他们的电影 了解他们的所有的故事 包括他的生日 他最喜欢吃什么 他喜欢去哪里 关心他的绯闻 他跟哪一个女孩子在一起 你是开心还是不开心 或者他结婚了 你失望 他嫁了 你难过 你就是整天 专注在这一个人当中 去了解 他 然后甚至把你自己 跟他之间那种距离 你拉近了 以为他是你 不只是偶像 甚至你把他当成是你另一般 虽然你知道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你就是痴痴的 爱上 你心目中的偶像 这一种 心里的 依赖 很多时候又因为你失去了 你的真实环境里面 失去了父爱 失去了母爱 然后你跟朋友之间 又没有办法相处 大家都是拼命的在做功课 然后你根本不 不想走这条路 你就 沉醉在那一种 明星的追求 然后那边也有一些 跟你一样 志同道贺的 那你就跟他在一起 跟他们在一起 然后你把所有的 零用钱 所有的 甚至你会去 打工 赚钱 买这个 偶像的 所有的 商业 这种 周边产品 你要支持他 他如果有什么聚会的话 你一定去参加 什么演唱会 多贵的门票 你也是愿意付出 所以 这样的一种 趋向是有的 但是 可以感到 放心的是 一些影迷跟歌迷 他们来到一个阶段呢 他们自自然然会被 他们还是在他们生活圈子 还是有朋友 对不对 所以当一心的朋友 真的 真实的出现在他们身边 他们有一些能够分辨 这是偶像 明星 歌星 一定是长得帅 长得高 长得美丽 长得性感 如果是对 女性的偶像 自己身边的 不可能比偶像还 出众 但是呢 这个 是我要跟他一起建立家庭的 所以最重要 他对我忠心 我对他忠心 他爱我 我爱他 他和我能够 好好的建立一个家庭 那你就把你的游戏 最偶像是当成一个游戏 跟你的现实 你完全的能够分开 你能够分别 分别为圣 是我们在信仰上 很喜欢讲一句话 大概这个也有一点 分别为圣的意思 你胜熟分得清 可能跟不可能你分得清 可以不可以你分得清 现实跟幻想你分得清 那你就好 你在现实中你还是打拼 你还是为了跟另外一半 你建立你们的感情 然后你结婚 你生的育女 你组织家庭 你参与社会 所有的这些活动 对国家效忠 对社会 反反 就是报答社会给你的恩典 然后你原理做义工 帮忙 增加你的生活情趣 你参加文化活动 参加社区活动 那就没问题 那你当然你在游戏的那一方面 你还是会 给自己有一点疯狂的时候 偶像来了 过去买最前面的三百块 五百块的门票 现在有家庭的 哎呀 听到声音 远远就好 尽量早早买 买那最便宜的五十八块 六十八块的 后面后面高高 在高高的地方 但是 你牵着你的另一半 然后对着你的偶像 你会呐喊 虽然 已经越来越远了 这是真实的人生里面 一个非常 算是好的一个结局 但是现在社会上 有一种问题 是有一些人 他不要有另外 他不要有朋友 他所有的朋友 就在这个网络世界里面 他不但是属于宅男 是一百八千的宅男 现在在新加坡 有发现一些这样的宅男跟宅女 完全的宅男跟完全的宅女 宅到不能再宅 什么叫宅到不能再宅呢 他永远关在他自己的房间里面 永远每一天 除了上学 必要 工作必要 回家 就是关在房间里 除了上厕所 如果厕所 是在房间里 那就更加不用去说了 如果厕所在外面 就上厕所 冲凉在外面 一天的三餐 不用去指望 家里的人 叫他 在做纸上 跟弟兄姐妹 兄弟姐妹 或者是跟父母吃 他绝对 不会 做得下 起初可能拿菜 拿饭 装饭 拿菜 然后就去房间吃 全心全力 就是沉醉在这个 网络的世界 窄得不得了 真实的朋友 一个都不交 就是完全沉醉在 沉迷和沉醉在 这个电视 电脑前的这些 网络朋友 和网络的世界 来到一种严重的地步 就是 日夜他不分的 累了就 睡 睡醒了就继续 不管他是玩游戏也好 Facebook也好 Instant Glam也好 什么都好 跟网络世界的 那个关系 对他来说 就是这样的生活 这些人现在是 有点头痛 他们甚至不想去工作 不想继续受教育 所以你想他们 这样的一些人 很让 有关当局 感觉到 担心 因为这种 我们可以把它列入为 极端行为 极端 思想 的一群人 那我在这里说 不一定是他们 具有 破坏的 破坏的心 心理 或者是 要去溃灭 别人的心理 但是他们就是 宰得不得了 这个宰得不得了的一个问题 就是他都是 封闭自己 封闭自己的 来到一个程度 你不知道他随时会爆发 他会做出一些 跟别人 一以常人的 的行为 跟举动 当然从 有关 当局跟政府的 角度来看 就担心他 陷入那种 极端的 思想 极端 被极端主义 利用 因为他们 吸收能力 其实是 蛮强的 为什么 因为他只专注 专注一样事情 如果他能够 突然之间认识了 一个信仰 而那个信仰本身背后是 破坏性的 极端性的 毁灭性的 那这个信仰 不管是在哪一种 是属于宗教的也好 是属于一种 武器啊 追求也好 就会沉迷在这个东西吗 其实你 你想想 那个 迪鹰跟那个 孙 孙什么盆 孙盆跟迪鹰的孩子 在美国 他就是玩枪嘛 但是他玩的枪 已经是 非常危险 极端危险的枪 然后 收藏在家里 父母知道他平时在 因为在台湾 他们也有那种 可以买枪支 然后试弹 在法律上 还是能够保护他们 在新加坡也是啊 你如果去参加那个 来富士枪 协会的话 你可以拥有枪 但是政府会很严格的 基本上 很难 没有人可以把枪支 带回到自己家里 拥有枪支是方法 所以 这个年轻人就是在美国 根本 我猜了 他也无心向学 他也是属于窄男的一种 所以他活在他的世界 他不认为他犯法 他不认为他做出 因为他 他没有任何的举动 因为在 可能他被捕的 当时他根本没有任何的心理 要去做那些恐怖的行动 或者去 暗杀别人 或者去开枪 但是 不表示他 接下来 任何一个时刻 会突然 做出这样的行为 所以你看美国现在很担心这些 美国不担心那些所谓的职业枪手 都是有背景 如果你是职业枪手 你是有受训的 你有背景 你来自自己的国家 你是一个退役军人 你做坏事 总是 有 有记录 你做什么事 总是有 有记录 能够trace你 能够担心你 所以有些人是 哇 成为杀手啊 成为枪手 成为破坏分子 但是都是 有名的 有些 打着环保的那种 旗帜 但是背后 根本是 虽然是环保 但是他 他去 他去害人 去杀人 这种环保 分子 你觉得他不是真正的环保 有些职业学生 读四年 读六年 又延长 那个学位要八年 他就宁可再八年 就是在学校里面做一个职业学生 然后就 意识形态啦 就学运啦 在台湾就很多这样的 的学生 然后 参加选举的时候就靠边站啊 靠 靠他所属的那个政党 然后 喊出了很多那种 美丽的口号 这些人 都还好 我说说所谓的都还好就是 他的破坏 他的行为我们可以trace到 可以看到 可以 就因此可以繁范 但是我所说的那一些 比如说那个年轻人 他就是爱玩枪嘛 那我不可以说 先讲清楚 我不是要得罪 孙鹏跟敌银 他们很难过 花了好多钱在美国 孩子也关了一阵子 回到新加坡 回到新加坡 可以判你 乌杀 意图谋杀 假如你真的开枪的话 就算没有打死那个人 企图谋杀 可能会判死刑 真的 新加坡是比较严格 所以他回到台湾 还要面对司法 还要 到现在好像还 所以父母 多么可怜 花了好多钱 卖了好多建物质 筹集那个律师费 现在回到台湾 他已经被美国驱逐了 世界各地的国家 也不要他 谁敢要他 没有人敢要他 所以他回台湾 这一类的人 其实他可能还没有到 那个地步 但是很担心 这种完全封闭的宅男 或者宅女 他们又喜欢 枪支 武器 那种破坏性的 破坏性你明白吗 很多东西可以成为破坏性 正讲的话 我懂 有些人 可以做土质的炸弹 就在网络里面找得到 当然你们千万不要上这些网络 因为我们 我们的这些 你看我现在跟你们直播 因为背后没有人 没有人掌控 我在做什么 当然是有了 我是认为有了 至少要吹是很容易 如果你曾经看过什么 网站不应该去的 千万叫你不要去 我指的是那种 恐怖 属于恐怖行动 极端组织的那种 看了就算了 快快看 快快离开 不可以 不可以收藏起来 制造土质炸弹 制造武器 都不是太难的 如果你有一些化学知识的话 一些物理的知识 一些科学的原理 你可以做很多事情 就拿我们从前小学 你不要看我是名校 我以前做学生还是 但没有排队排队 跟别的学校的学生 比较 要拼罪 拼罪我们都会胡思乱想 人多没有说好好一起读书 除了打篮球之外 就是想要跟别人 针锋相对 针锋吃醋 抢地盘 但我们那时候没有说 真正的那种 跟我们 当年我们有一部台湾戏 我们当年我们在一起 我们一起追女孩子的时候 不然是我们一起 就是那种时代 那种学生时代 我表示自己是很 学校 为了学校 但是其实是为了自己这群人 我们要跟林校的学生 约好地方 打架的 不是世卫党 我们好像以自己是世卫党 为荣 真的我当时也是这样的 看我文字 好像文字彬彬 像一个书生星 也是这样 当然了 还好没发生 发生事 我现在梦在哪里 那时候我们就 想要跟对方火拼 你懂 有胡思乱想的你知道吗 真的 什么酒瓶放汽油 Cocacola瓶放汽油 你就想 塞开布 燃烧弹 想了 真的有去 真的 真的会有想 要怎么去做 更何况现在科技 网络世界这么发达 他又把那个 中间不是灯泡 哇 中巴江的那个妈妈家里 那个叫什么 那个锤 锤掉那些玻璃粉 锤成玻璃粉 然后用一块 然后你不懂什么 不懂什么 纱布是吗 包起来 你丢人的话 哇 那些粉 玻璃啊 打到你的脸上 你就好像被 一群蜜蜂 叮到 哎 真的 这就是我的回忆 当时有这种想法 那后来当警察的时候 遇到的 gang fight 好像都没有 没有心思 没有创意 还好没有看到燃烧蛋 没有看到玻璃粉的 这些 所谓的布 布啊 包起来的 每次刚才打架 这奶油门啊 巴朗刀啊 铁条啊 可能那种 比较干净利落 也还好了 新加坡是研制 这些枪械 你看美国现在就 非常的麻烦 他们担心 如果立法禁止枪械 合法的枪 全部被禁止 那些拥有非法枪支的人 所谓的歹徒 或者枪匪 或者是帮派 他们就可以 更加的 没有估计 去侵占 别人 的生命跟财产 所以他们一直反对 尤其是地方上的一些所谓 的银行啊 一些支持枪械的那些 人 团体 靠枪吃饭的 卖枪的 出租枪的 他们只可以一而再 再而上的严格 严格严格 你还什么严格 没有办法 在美国 总统啊 那些达官贵人 他们不怕 他们不是很担心 那些职业 当然是担心了 但是不是最担心的那些 职业枪手 他们担心的就是这一些人 这些宰男啊 宰女 或者是精神 分裂的 就是突然 突发 突然之间 他就爆发了 他就去干案了 就 机关枪 乱扫乱射 然后最后 跑到校园里面 大开杀截 然后 被捕了 被击毙了 身份被 曝光的时候 发现 这个人很乖啊 这个人平时看到邻居很和气啊 这对夫妇不可能是 不像是亲生 把自己的孩子杀掉啊 有些怪人啊 生了就杀 生了就杀 有些 嫁了一个老公就跟他买保险 然后就给他死 然后以后 赚了保险费 然后成绩一阵子又去 嫁给另外一个人 又把他干掉 把他害死 毒死 枪杀死 有些人就跑到医院里面做护士 突然之间他就天天去 注射那些 不应该注射 害死那些病人 这些都发生了啊 我们这里啊 还没 好像还没有这么严重的事情啊 但是 你看到 哇 因为人家的人口多吗 在台湾 两千三百万啊 我们六百万 那我们的新闻是不是 每一件都爆出来 你也不知道 知道我可以说不知道吗 因为 不一定他们要爆出来的 他们也是担心嘛 等一下让人家害怕 所以上一次不懂什么事情不是 发生之后 好多天他们在 就是那个啊 那个网络的资料被偷了之后 不是我们的网络资料 我们的那个 password啊 那个 新past的那些资料被 被借取之后 还是医院啊 好像是医院的资料 对 医院的资料被借取之后 有好多天才来 才告诉 民众嘛 所以后来就是说 有一个大人物 原来目的是他的 听说他的资料已经被拿去了 他的资料拿去 后来就 市场上就有很多人说 他的病 病 病情不轻啊 不过有些东西是夸张了 你说病情不轻 我也病情不轻啊 有我专业的 的女儿 她跟我讲 你有病 就是 走向死亡更快的 就是更快一步就对了 任何一种病 就是 表示你接近死亡 你吃药 你乖乖吃药 就是延迟你 走向死亡 吃错药 又加快你 接近死亡 不吃药 就肯定很快很快的 接近死亡 乱吃药 吃错药 也是很快的 走近死亡 不吃药 更快的走近死亡 从他的专业来看 甚至什么 一个孩子生出来 一周岁 就是他人生里面 已经少了一周岁 当他一岁 唱Happy Birthday 当然满月的时候唱Happy Birthday 没有满周岁的庆祝 然后一岁的时候 唱Happy Birthday 一周年 就是他少了那 三十天 他也慢慢的就少了一个月 慢慢少了两年 他的生命了 那他能够活多久 没有人知道 你和我都没有办法去决定 另外一个人能够活多久 但是呢 病的时候可以 想办法延迟一个人的病 造成的死亡 但是人除了病死 还有什么意外的 这个就更加防不胜防 就好像那些叙利亚 那天我谈那些难民 那些能够逃出来的 都付了三万块的 费用美金 才能够坐船 坐火车逃亡 但是他们那些人 本来就是在叙利亚 是所谓的 中成跟中上成的人 那些穷的 根本不用想去逃 就要面对那些 后来就面对IS的侵略 当然也是生不如死 那那些逃亡的 逃到 都能够逃到欧洲去 逃到 土耳其 去被接纳成为难民 他们还可以算是 重新开始一种生活 但是有些已经 失去了父母 也失去了孩子 他们 很多优秀的 所谓的大学生 在叙利亚 本来就是大家 就像我们的大学生的 一样在这里 每一天都 都是过着那种 平民的生活 一转 一下子转变的话 局势转变 有内乱 暴乱 结果呢 就 就是这样 他们就被毁了 所以现在 我们这边也非常担心 因为IS 在他们那边的 活动 算是被 阁止了 美国列强 尤其是苏联 被那些恐怖分子 是不如有情的 所以他们一直 攻打叙利亚 当然背后有的一些 目的 复杂的 我们不谈 但是这个IS组织 圣战组织 他们所谓的圣战组织 现在就担心 来到 我们周遭的国家 所以我们的政府 非常担心 就是这样 因为这些残余分子 还是有力量的 他们那一套东西 还是可以用在 我们周遭 国家 包括我们自己 尤其那些宰难 那些我刚才所说的 那些人 很容易被吸囊 因为基本上 这些人都不喝重 不喝群 也被人排斥 被人看不起 也很难跟别人 做朋友 甚至自己的亲人 如果有一个组织 能够给他一个 一个想法 然后觉得 他可以跟 别人不愿意 他可以一炮而轰 他可以 达到一种 特别的宗教 情操 所谓的 他们说 他们要 牺牲自己 为了将来 在那个世界 得到 得到奖赏 他们愿意 牺牲自己的生命 绑着炸弹 跟你一起 通归欲经 所以这些 都很危险的 这些很容易 被利用 就是这样的一些人 所以为什么 我们做父母的 真的要照顾孩子 要很清楚 当然除了孩子 成为这样 让你非常害怕 还有那些 就是孩子 沉迷吸毒 赌博 都是非常 麻烦的一件事情 很少像我那个网友 买两块钱 马票中了之后 还捡出来 剩下的钱 他还完全请客 所以他就 跟一般人 是不一样 这样的人很少 有些中马票中了 除了去帮助别人 剩下的钱 全部请客 就是他没有 他没有 他连他的本钱 他都请出去了 这是很难的 那个差不多也是圣人 那种是 真的 他做得到 我知道他做得到 他常常做这种事 所以 大家很开心吗 你要请人家吃饭 你中马票 所以中马票请人吃饭 当然人家开心 那我从前 在我的工作的地方 也有一个人 他相信 他假如做好事 我们 的神就可以 帮助他 所以他满脑子里面都是 要利益交换 就是说 我做善事 你应该会报答我 而且书所说的 要加倍还给我 他有这样想的 他又好赌 又没钱 惹了很多事情 每次跟我讲说 今天的茶点我奉献了 我买了 我买了 50个包 其实他们会送来 我就知道没好看了 我也不可以拒绝 对不对 其实我们已经安排了 他加一个50个包来 也是打乱了 原本我们已经有人奉献茶点 原本已经奉献茶点 是给这么多人的 你又再加到50个 变成每个人拿太多食物 问题是我知道是背后不是这么简单 他的想法就是希望他这样做 但是他又好赌 又没钱 又要 就是要请客 他真的请 问题钱他没出 那个人送包子的来 所以帮我们讨钱 哇 弄到你真的是有点累 真的有点累 不过我也听说了 这是听来的 他好赌好赌 他也真的好客 有赢的时候他就是会 赢1000拿200出来请客 这样 会请客这样 所以人家还是蛮觉得他好 因为在赌博圈子里面有一种 不明文的规定 如果有四个人打麻将 一个人赢到完 一个人赢把三个人都赢完钱 如果你是一个 就算你还想玩下去 跟大家再见 如果每一次赌麻将 你都是你一个人赢三个 你会给你赢多三次 第四次没有人敢跟你赌了 你就没赢了 然后跑了 三了都可以抢了 怕你了 谁敢跟你赌博 每天都是你赢 而且少到完 人家还在想会不会出老千 然后打电话来 哎呀 赌博了 三缺一 十缺一 sorry 你三缺一 我们都不缺 就不想跟你在 就希望你缺 我们都不缺 是 这些人还怕 所以有一个不明文的规定 如果你赌麻将 你赢三个对方 三个你都赢哦 哎 你要付出一点 你要抗开 哎 你说哎 我们等一下去吃 我请我请 就是你要请哦 那人家输钱给你哦 你又请回他 虽然是他在吃他自己输的钱 那他心里觉得 哎 你够意思 你够朋友 你不会超宽 你是 gentleman 你是 lady 跟你继续赌博 那最好是赌博是 今天我赢你 明天你赢我 后天我赢他 有来有去 大家这个 这个赌局的圈子就可以 长长久久嘛 那那些做 给人家里打麻将的那些 呃 有收那个东啊 东的 啊 那个东钱的 抽拥啊 就是你打一局麻将 他们打一局 你们要放一点钱 在那个罐子里面 这个主人家就把这个钱哦 是他的酬劳啦 但是他买咖啡粉啊 买一些简单的茶点给你们 其实是好像有点非法的赌场 但是这个就是在赌博世界里面 一种 一种 不但 整天把自己的家当成 给你放两座麻将 三座麻将 邻居会complain的 警察会来抓的 就是把家里 当成哦 那你麻将很多人以为啦 坊间是说 哇只要一座麻将没问题 没有抓你 或者说过年啊 不管你几座都没抓啊 答案是 wrong 错的 一座麻将 要抓 当然是可以抓啊 可以不可以不要抓啊 也可以 可以不可以警告 也可以 两三座 查清楚大家的底 原来都不是亲戚朋友 除非你的大家族 三座都是你自己人 网开一面 给你一个很严重的警告 告诉你说 你们下一次再这样赌的话 我们来 我们一定 让你 不但没得赌 甚至今天物质 可能要被政府 逼你卖咯 除算 因为所有的物质 都是政府的 主物的话 就逼你去卖 没得住了 没得跟政府拿 因为你 你把物质当成非法 赌场 或者是你 逆偿那些人 工人啊 居住 太多人了 政府有规定的 几房是可以住多少人 你可以出租都可以多少 而且你一定要报 Housing Board Housing Board要派人来查的 所以赌博 当然你不用 报警察去说 我今天晚上 有一座麻将要赌 请你们关照一下 没有这回事 不可以赌 禁止赌博 在家里 一座都不可以 实际上是这样 只是因为过年 你看有些主屋局 全部都是麻将声音 关一只眼睛 大家开开心心 知道你们是 文教 不是母教 如果是母教 不管你 你只要 四季杯 这种 我当年 我们没有 没有半餐的 不要跟我讲 你亲戚 你们亲戚 自己也是这样 因为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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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赌博方式 是非常可怕的 在最短的时间 可以把你倾家淡查 就是把你 身上有的东西都 都输光了 根本不需要时间 打麻将还 你赢我一局 我赢你一局 那你赢我的钱 我赢回你的权 还能够慢慢耗 那种是杀伤力很强的 所以你看 非法赌当 就是这一类的东西 很厉害的 那有一些是骗局 那种一粒球 这样 你还傻傻去放 那种就是 你就好像拉 拉杰博这样 十次拉 十次 十次都没有赢钱 所以你看 赌博的东西 是有分的 母教 母教 坐在那边好好想 四个人打麻将 玩十次 四色牌 老人家 还讲 even 玩四色牌 在麦波森 不是在停止 他们不是 老人家也是玩四色牌啊 玩一些 呃 所谓的 我不知道他们玩牌 是玩哪一种啊 四色牌 我知道他们也玩 牌是玩哪一种牌 还是杀地 还是什么 我不知道 但是警方呢 那就是哨啊 抓啊 老人家也上 上警车啊 因为很多居民 投诉啊 老人家的钱被骗啊 输到没钱呢 连吃饭的钱都没有 所以这些问题就是 非常伤风化嘛 所以那时候国会议员也是跳啊 去推翻 就是把他们的桌子也拆掉了 然后就被人家 非议了 对不对 说桌子 没有每天堵啊 有时没堵的时候 大家是坐在那边卡仙购 但是你一哨了之后 哇 人家就说 哇你拆我的 拆我们的椅子 我们连休息都没有 那有时候我在想 这种东西 见仁见智啊 如果你的楼下 是这一个桌子的椅子的话 是坐是椅的话 你真的很怕 好像我家这样 楼下那个拆掉了 二十年 我们这边二十年的 总算拆掉 一直换不同的 pattern 最后决定拆掉 也好嘞 从前我们就回来 总是有一些 看了一些 一些人看了很不舒服的 在那边 坐在那边 看着你 没人坐 总不会有一群人 站在那边看着我 那也好 二楼三楼 也乐得清静 哎呀 讲到这个又看到 你社区 烧那些金银子 我不是 不是说 这些是祭拜的 真的是要容忍的 包容 问题哦 有关当局也真的要想办法 你烧了那些金银子 他的火没有灭 味道很重 这些都是二手烟 其实是很 你不可以说那些人 他们在祭拜政府给他那个铁铁筒嘛 帅帅帅就在你的楼下 然后烧了一大堆 没有完全熄灭 那个医院一直上来 上到你 不管你住七楼也好 八楼也好 你都必须关 关掉你的窗 当你下楼 也可以闻到那个味道 那我就想 我们当然不可以说禁止这样 民间的祭拜已经是简单了 从前你还记得吗 哇 他们民间信仰 那个相住 好像那个苏慕空的那个金铺棒 怎么这么长的相住 一直烧 你去台湾的话 他们的民间信仰 很浓厚的 他们很多人都是吸一大堆二手烟 那个时候从前是这样 现在已经是很好了 从前有一个信仰是很好的 以前清晨就在那边 唱念他的经 现在没有了 罗斯比克全部没有掉了 你们知道改变了吗 其实社会已经 虽然所谓包容和容忍 也慢慢的把一些东西不应该 所以你看到我们的肉干 也没有随随便便 外面可以烧的 哇 从前农历新年 大街小巷都有人 巴山马南也好 路边也好 大盆上就 就冰 冰那个肉干 后来不可以吗 因为有一种 我们的一个种族的同胞 不可以吃猪肉的 我现在只规定 好像那些店铺 什么箱 什么箱 这样自己在里面 而且就鼓励他们要用碳 不可以淹太多 好像有规定 最爱是用电子的 还是什么的 所以你发现时代真的是 就是会去想 所以我现在突然想到 最近我这个附近的这个桶 他们烧了之后 那个烟一直弥漫 那我们一直走过 就吸到这些二手烟 哎呀 这不是很舒服 当然我也没有去投诉 就是跟你讲 是否说 当局在这方面 能够做一点 就用水跟他浇掉 对吗 我就觉得这个最好的 因为完全的熄灭 你看消防 消防员他们砍到火场 他们所谓的消灭火 熄灭 他们的熄灭的定义是没有 剩下一缕清烟都没有 没有烟的 这个火被熄灭了 被扑灭了 定义是这样 不是没有火燃烧就算 而且烟都要熄掉 完全熄掉 没有 连烟都没有 才可以宣告说 这场火灾完全的被扑灭 所以 有些东西真的是 那有一些 好像我们这些 我也觉得 不是很好 但是我相信 有关担心也是有规定 像我们那个十字架 这样 定到大大 高高 高举十字架 我不知道 我觉得你觉得好吗 你觉得好了 你和我好吗 我没有觉得好 虽然我信这个信仰 但是绝对那些不信的人 不是很舒服的 一样的道理吗 他现在讲到来一个大大的月亮 来大大的 所以你看新加坡在这方面 蛮小型的 哇你去台湾的法谷山 他那个 那个内尊佛 今天不好像 在那个巴西的 首都 那个 耶稣的那个十字架 那个像 你如果是 属于这个信仰的 当然好了 哇你的像高高的举起来 但是 别人的感受不一样 所以我们能够明白了 我慢慢能够明白 从前我也是觉得 哇为什么不可以 传扬我们的信仰 哎呀你们一定笑我的啦 你现在是找 你是找迷失的一只羊 但那就不要去管他 九十九只的事情了 你可以这样讲啊 我也不否认啊 那九十九只羊 在那边 臭热闹 我是不理了 现在 所以他们高举十字架 我就找那迷失的 他已经离开 离开十字架 所以我没有空去找十字架 我去找那一只羊 他才把他带到十字架 前面 所以 哇我今天讲很多 还是很少 今天 讲一些课题是蛮新的 关联那些宰男 那些 你玩电脑 游戏的那一个 真正的 能够帮助到孩子什么 我都有讲到 哦还讲到 不要醉的时候 做一些 攻击的武器 你懂你懂不懂 哎又想讲多一个 不要不要 好像带坏人 等一下有人真的学我的 不可以不可以 那小时候我们想 哎 后来现实当中 好像 我每次 我看报纸嘛 而且我从前 有 有 精致力 没有用这种方法 为什么啊 杀上帝蛮厉害的 我刚才又想到一个 battern 从前 啊 不好了 太坏了 太坏了 好像你讨厌一个人啊 这种不懂会不会害你 哎呀 所以要小心啦 不要得罪人啊 你的车哦 哇你得罪人 人家用刀啊 挂花你的车啊 对吗 挂了 哇这个那个 但是有些人不必挂花你啊 哦 他只要拿一粒弹啊 让你的车在露天下 太阳晒一下 他就 打一粒弹 丢在你的那个车盖 整个车盖就完蛋了 一粒弹就够了 散开了 煮熟 他们跟我讲了 要打 弹要打 变成黄色吧 蛋黄跟蛋白 然后就铺在那个人的车的盖了 整两车盖没有了 要换了 而且你靠近哦 哇 蛋香味 臭味 为什么讲这种东西啊 好像我很可怕 知道啊 人哦 什么 学好 三天啊 学好 学坏三天 学好三年 坏的东西 很容易 你去知道 可怕的地方 好了 最后五分钟 再重提那个 因为 我不知道一些影片可能 没有被人 没有被人 现在的 从前有一个毒品 为了要戒毒 让你戒毒 戒了毒之后 不要有毒瘾 那个药本身吃下去 是给你 完全没有毒 想要细毒 是好的 所以诊所的医生 可以蔓延 但是 这些人就是 学坏了 把那个 把那个药源的 里面的粉 摻在 可口 还不用什么 我忘了 一个 水分里面 然后打进你的 身体里面 最后你整个人 就破坏你的 那个脑 你整个人很兴奋 变成一个毒瘾 另外一种毒瘾 本来是拿来制止 使到你有毒瘾的 的一个药 变成这样 那时候很多医生 也不懂 懂还是不懂 就卖出去 然后当时 当时新加坡 很多人就 很多隐君子 就是染上 这种毒瘾 真正的隐君子 没有 但是 板桥医院 你病人越来越多 当时的 我记得 国会部长 还是还在宣布说 我们 我们吸毒的 的人数跌了 但是 他 他根本 不懂知道 还是不知道 原来 那个心理卫生学院 里面的病人 越来越多 这些人被破坏了 现在还有一些是 算是我的朋友 看得出吗 当然 有些分野 有孩子 替他感恩 但是 你跟他讲话 一直这样 慢了 那个药 叫做Super Deck 那时候很出名的 现在更糟糕 现在 你们在网络世界里面 有一个叫做 李牧师的 他在加拿大的 那个宣 在那边开一间 戒毒所 他们发现 现在加拿大 欧洲 他们有一种 新的那种 毒品 是大麻 跟其他的一直喝餐 吃了之后 怎样 那个人害 那个人有幻觉 那个人享受 但是好像变成僵尸了 那种 现在很出名的 那种 但是他不会害人 还好 他是不会变成 要爆裂 要去打人 要去砍人 没有 他是要自我毁灭 完全自我毁灭 就是这样 整个人好像 一个人完全倒在 好像僵尸这样倒住 好像僵尸这样 一直到 这样 这有一个英文名字 现在这种药 非常可怕 这种毒品 真的要注意 你身边的人 不是说 大人小孩 都要去注意 有一天你发现 你家的人 好像变成 能不能变成黑 骑骨 像骑骨黑这样 哇 你要很小心 当然你跟他说 他还会 他肯定是宰男 宰到不可以宰了 宰到骑骨了 吸毒了 吸那种毒品 学好 三年 学坏 三天 所以啦 最后的五分钟 我就跟你分享 这个毒品 还是希望 大家要小心 有时候我好像 在卖 Cocacola广告这样 在每一集当中 会重复一些事情 那我是看到最后五分钟 跟你们讲这个 在前前几个影片里面有提到 细毒的问题 刚才虽然没有提到 那些其实那些 完全宰在家里的 也是很容易 软上毒瘾的 这些也是要注意的 那我一直在不同的影片 我一直在不同的影片 一直重复 有时重复同样的课题 就好像打 打Cocacola 因为我真的不相信 没有一个 很少有人 我一个小时 你们真的听 从头听到尾吗 哇 我就紧张懂了 有时总是会漏掉一些 有时你会按 pause 所以你没有听到的部分 我现在 在这一集我就在讲 就可以听 那我就可以一直 还是继续了一个小时 好啦 今天又是这么一天了 我很兴奋了 我今天 我等一下会去休息 我今天休假 我自己的休假 昨天是 给一个假期 今天自己休假 明天上班 之后呢 哇 星期六的清晨 我就去机场了 去跨年 然后去梦时代跨年晚会 听听韩国语的声音 还是看到韩国语 应该是很难的 但是他就感受到 最少要 我跟我的太太这样 我们好不容易 拿到这个假期 这一生当中 哇 这个网络又不太好 我一直 我等一下要去处理 等一下吃晚餐的时候 去换一些设备 哇 去得这么辛苦 有一个十多年 几十年 跨年 去国外跨年 我不去那边 最少去 他的周遭 摊饭那边 吃一些东西 一天说很多韩国语的粉丝在那边 卖韩国语喜欢吃的东西 然后卖他的纪念品 我看能不能够买到一些纪念品 我也很开心 他的T-shirt 他的笔 他很多东西 都可以买 希望我回来的时候 可以给你们展示一下 真的 要很兴奋 我忙完 等一下 就是说 我现在直播 今晚不可能再跟大家谈了 我收拾行李 不能被骂 我收拾行李 然后 安排很多东西 药要带 不要漏掉这个漏掉那个 收拾行李 也是一个故事 带行李也是一个故事 出国也是一个故事 所以我 明天 我们通常出国 我很早就出门了 我们想早早到那边 赶快check in 到里面 我们都不用再麻烦 我在那边 买化妆品啊 我太太啊 然后我就去吃清晨 看有什么东西吃就吃啊 然后就 不迟到啊 上机场 开开心心啊 四个小时后 十一点多就到 高雄了 星期六 我听说 我这次去都是下雨天的 所以要多多保佑 然后我就决定 星期六没有下雨 一下子 到了旅馆 跟他check in了之后 行李放住 不能够 没有房间不要紧 告诉他留着的行李 就要跑 跑去骑径 第一天 就过那个去骑径导航 从来没有去过了 当然 坐船去骑径 那船几分钟啊 那五分钟就到了 简单的 就在那边骑径 听说 星期六晚上 肯定有一顿好的海鲜 因为那边的海鲜很出名 所以我要保养我的身子 准备在那边 我现在瘦了 我现在83公斤 我当然 是我最瘦 我最胖的时候 97耶 你知道吗 老兄 我驾得势的时候 97公斤 我现在83耶 有一个时候 我一直86 今天早上磅 秤啊 83.3 所以 我吃一点 我告诉你们 我83公斤 我是很大个子 算是蛮大个子 很健 我是过头重的 83公斤 很开心的 真正我标准要70多 不可能的 那我要重新买裤了 现在裤已经很松了 不过我开心了 瘦一点比较好 就是这样 OK啦 午安 下午茶的时间 祝大家有一个好的下午茶 我要去休息一下了 睡醒 收拾行李 准备去高雄 拜拜 拜拜